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跟開箱一個攝影器材 那這個東西呢 非常特別 它可以讓你的攝影機或者是相機 飄在空中 然後你的手可以不用動它 攝影機或相機可以飄在空中 然後你手可以放開 不用動它 然後攝影機還飄在空中 這是什麼神奇的東西呢? 這就是我們的EasyRig Mini Max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吧 那這個EasyRig Mini Max 它就直接附給你一個有點像是登山包的一個超大收納袋 那它前方有一些可以讓你收納的空間 可以讓你放一些東西 那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放我們的EasyRig 那第一個小細節就是這個收納袋 上面所有的拉鍊 不管是裡面或者是外面的拉鍊 全部都是YKK的拉鍊 所以還不錯的品質 OK 所以袋子裡有一個EasyRig的說明書 還有一個像是飛機安全帶的東西 我完全不知道這是要幹什麼的 但真的是跟飛機安全帶 超像 那最後就是我們的EasyRig Mini Max 那袋子裡面就沒有任何東西了 那我們的快速開箱就到這裡為止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把相機裝上來看看吧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組裝我們的EasyRig Mini Max 那我來看看 應該還蠻快速的 因為我們剛剛在店裡面有試用過 應該就是這樣子 把我們的頂端插上去 然後像是背包一樣的把它背起來 然後就來調整一下我們的鬆緊 好啦 那穿好我們的EasyRig 給大家看起來就像這樣子 就是頭上有一根棒棒 然後就有一根釣魚線 這看起來像燈籠魚一樣的 然後我們就要把我們的相機給它裝上來 你看相機飄在空中 手都不用出力 我們以後拍片就直接手 鹹鹹的可以吃零食啊 然後可以喝飲料啊 我們手都可以去做其他的事 沒有啦 就是這個是可以來支撐你相機的重量 所以你就少了一個 你手去支撐你相機的重量 你只需要專心的構圖 然後來拍攝 來移動你的相機就對了 你就不用花精力在支撐你的 超級笨重的相機 然後我們還可以讓它固定在 你想要的高度 像是它想要放在我臉旁邊啊 或者是你要把它放到一個 很低的角度 哇賽 這真的是 超瞎 這個東西真的是超棒的 然後我們的頭頂這裡可以調整 我們要躲出去躲裡面 就如果你想要放在你的身體旁邊的話 那你就可以拉回來一點點 那你如果想要放有點遙遠 離你的身體有點遙遠 或者是你想要加上可能像是 影像穩定器啊 還是什麼的 你就可以把它放前面一點點 就會離你的身體稍微距離遠一點點 就不同的用途啦 就看你要怎麼使用 這真的 這真的超像燈籠魚欸 就是後面是攝影師 然後前面是超帥氣的攝影機 然後你就會 嗚嗚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 我們的Easy Rig後方 可以調整什麼東西 因為我也還不太知道 後面可以調整什麼東西 那這個大的旋鈕 就是彈簧力道的調整 所以你如果有一個很輕的相機呢 你如果彈簧力道太強的話 你的相機就會掛上來之後 它就會往上飛然後彈回來 最高的地方 那你如果彈簧力道不夠的話 你的相機就會直接掉到地上 所以你就要好好調整 這個彈簧力道的部分 來讓你的相機維持在你想要的高度 所以我研究出來 如果你把這四個旋鈕 同時鬆開的話 你中間這一個高度 這一根燈籠魚的部分 可以來調整它的高度 可以讓它離你的頭頂 越靠近或者是更遙遠 所以如果你加上穩定器 影像穩定器 就已經有一定的高度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把這一根 直接抽高一點點 那你使用影像穩定器的時候 應該會比較方便 我們就直接把它抽高一點點 你看看 就高一點點啦 就差個 這個應該只有 10公分左右 就是高個10公分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但是就可以調整啦 OK所以我又研究了一陣子 就是這四個旋鈕 單純就是來調整我們的 桿子的高度 那這上面兩個旋鈕 沒有再調整這個支撐桿的 什麼強度啊 或者是平衡之類的 目前我看起來是沒有 但我不知道是在哪一個網站 還是在哪裡看到說 這上面兩個旋鈕 可以來調整這個的 什麼平衡之類的 但是我怎麼調整 鎖得多緊 或者是多鬆 完全沒有調整 或者是那個是 可能是高級版本3或5才有的 那這個Mini Max 可能就是 簡配版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目前 看起來是上面這兩個 沒有什麼作用 就是單純也是來調整 延伸感的 就是鬆緊 它的高度調整而已 好那我們再稍微來看一下 更多細節的部分 像是胸前這個扣的部分 它是可以調整高度 所以你如果身高比較高 或者是比較矮 你都可以輕鬆的來調整它的高度 那它的腰的部分有兩個 看起來像是提把的部分 你真 我也不知道這個到底是幹什麼的 然後說明書也完全沒有寫 這個到底是要幹什麼的 我猜是可能像是 你在做一些比較高啊 然後比較需要安全的東西 那你的扣環 可以扣在這裡 讓你不會掉下去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 這是我猜的 然後呢 我們後面這裡還有一個神奇的 扣環 我也完全不知道這個到底是要幹什麼的 可能是要扣背包嗎 把背包放在身上嗎 我也不知道 這個有一個神奇扣環 然後另外一邊也沒有扣環 就不知道這個到底是要扣什麼東西用的 那我們整個Easyred的下方有一個 YKK的拉鍊 也是一個高品質的拉鍊 那拉開裡面就是我們的海綿層 所以我猜就是 如果你流很多汗啊 或者是你用了10年之類的 那這些應該會脆掉 就是會碎掉 然後脆脆的 你就可以自己去更換 應該是這樣啦 反正它就有給你一個拉鍊 可以讓你來抽換裡面的海綿層 OK那我再稍微補充一個 就是我們頭頂這個高度的部分 我現在身高是180公分 所以呢 我現在這個桿子的高度是最低的狀態 我們頭頂都還有個 10公分左右的空間吧 應該是10公分左右的空間 差不多 所以呢 我覺得它後面這個高度調整 就應該算夠用啦 除非你比我還要高 超過180公分 你才有可能頭撞到這個桿子 或者是你要穩定器 然後你要把這個桿子拉很高 裝穩定器這樣子 應該是都還夠用啦 就不會說什麼高度不夠啊之類的 所以我這樣子玩了一陣子之後 我覺得重量主要都是壓在我們的 腰的部分 然後肩膀的部分 其實幾乎是沒有碰到任何墊子的部分 就是你的脊椎 其實沒有承受任何的重量 所有的重量幾乎都壓在你的腰 然後到下半身 所以你的脊椎上半身 像是肩膀啊 手啊 然後你的脊椎 完全是沒有受到相機的重量的影響 所以 真的很神奇 直接把重量完全轉移到腰 這整個 哇 這樣拍一整天 肯定沒有什麼大問題啦 真的是很神奇的小工具 反正我已經買了這個Easy Rig Mini Max 之後肯定還會有更多更多的分享 所以像是拍攝的影片啊 然後拍攝 然後加上影響穩定器之類的啊 反正有各種各種的分享啦 如果有興趣就訂閱一下 如果想要看更多Easy Rig Mini Max的影片 那今天的開箱跟分享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就是分享這些開箱 然後它的功能 然後一些小小配件 細節的介紹 就這樣子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Easy Rig Mini Max 開箱分享影片 那當然請用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我的名字是KaiYoon 我會看到大家下一次 拜拜